你们怎么说不用想这些啊 能赢就行 这个MVP给谁都可以 是不是 你就说我们五个谁拿了这个皮肤 你们都会买的 是吧 这个也无所谓 赢了就行 广州TTG拿到K票夏季赛的总冠军 最近这段时间关于他们的讨论度很高 对于这支队伍 所有人都不会否认翻番的付出 正是因为翻番的到来 才让整个队伍凝聚起来 拥有了主心骨 这次夺冠FMVP给了固然 基本上都觉得是实至名归 但TTG其他人的格局还是让人佩服 清清在夺冠当场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翻番在夺冠后的直播中 也说FMVP并不重要 给谁都行 只要能赢就可以 翻番从狼队转会之前 春季赛也是冠军 当时她的发言就是不想做替补 只想和队友一起拿冠军 就是不甘心自己做替补 我就想和我的四个队友和教练一起拿冠军 正是这份不甘心 你今天站到了这里 也正是这份不甘心 她现在又站到了这里 可能狼队不能实现她的这个想法 就只能从狼队离开了 或许会有人说 翻番离开狼队是为了追求FMVP 也想和子阳一样拥有自己的皮肤 但现在看来翻番没有那么多想法 只是希望自己被信任和重视而已 FMVP这个东西有就有 没有也不强求 如果队伍能一直赢下去 那每个人都有机会拿FMVP 反之如果队伍赢不了 个人的发挥再好也没用 无论是青青还是翻番 都深谙这个道理 团队才能变得更好 接下来的挑战者杯 TTG依旧是大热门 这次的FMVP是有皮肤的 但我相信 他们依然会保持这样的心态 除了训练备战之外 翻番日常会在某牙直播 值得一提的是 某牙已经拿到了亚运者搏拳 在亚运会比赛期间 TTG全员都可能会二度解说 也会为队友阿豆加油助威吧 这次的FMV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